是4月10日起 全台湾民众皆可领取6000元的全民共享现金 领取方式位置15家金融机构自任一分行提领 若领取人为本人 则需携带提款卡 身份证字号或居留证统一证号 以及健保卡号 若为未满13岁的孩童 则有父母或监护人带领 带领者则需携带自己的提款卡 身份证字号 以及孩童的健保卡号 据官方网站提醒 有三种情况可能导致领款失败 一是提款卡账户与输入的身份证统一编号不一致 二是该提款卡账户 为以结清账户或警示账户 三是提款卡账户所处分行离线或故障 财政部呼吁 如遇到问题 可拨打1988咨询钻线 发卡型客服钻线 或选择其他金融机构提款卡进行领款 15家可提领现金的金融机构分别为 台湾银行 土地银行 合作金库 地银行 华赖银行 账换银行 台湾启银 国泰释华 台新银行 中国信托 玉山银行 元代银行 永丰银行 中华邮政 提领前请注意 民款时需确认了TIM记台上贴有扑发现金识别贴纸 如果遇到TIM固位吐操的情况 民众可使用TIM旁的客服电话 按照指示拨号联系客服人员 后拨打该金融机构24小时TIM服务专线 由客服人员协助解决问题 民众可以前往15家指定金融机构的实体而TIM记台领取 包括台湾银行 土地银行 合作金库 地银行 华南银行 商坏银行 兆丰银行 台湾启银行 国泰释华 台新银行 中国信托 玉山银行 元代银行 永丰银行 和中华邮政 领取方式如下 本人领取 携带本人的提款卡 身份证字号居留证统一证号合建保卡号 未满13岁孩童 以由父母或监护人其中一人带领 带领者需准备自己的提款卡 身份证字号 以及孩童的健保卡号 另外 民众在领取前 务必注意提款卡账户 与输入的身份证统一边号是否一致 若提款卡账户 为以结清账户或警示账户 或该提款卡的账户所属分行离线或故障 也可能导致领款失败 如遇问题 可知电1988咨询专线或发卡型客服专线 或选择其他金融机构提款卡进行领款 如何操作RTIM领取6000元补发现金 首先 民众要前往贴有补发现金识别贴纸的RTIM机台 并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操入提款卡 输入密码 选择提款 选择补发现金 输入身份证字号居留证统一证号 确认领取金额6000元 确认领取资讯物后 按下确定 若顺利领取 RTIM将会吐出6000元现金 如何带领佳人的6000元补发现金 民众可前往全国邮局储慧柜台领取现金 需携带本人及受托人的证件及健保卡核对资格并签收 特别注意的是 由于登记人数众多 预计RTIM机台领线会有人潮急爆的情况发生 建议民众分散时间及地点领取 避免人群聚集风险 此外 若登记资讯填写错误或提款卡密码不正确等因素 可能会造成领取失败 因此 领取前请务必仔细确认 个人资讯及相关资讯的正确性 6000元RTIM领取的期限为 4月10日至10月31日 领取实现不容错过 如有任何问题 可知官方网站查询或洽选相关金融机构 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计划顺利落实